德军雷达发现可疑目标 士兵迅速打开探照灯 锁定了一架苏军战机 紧随其后的就是密集的防空号 苏军飞行员连忙调转方向 想要逃离这片空域 但还是被击中引擎 战机开始急速坠落 在即将坠毁的时候 飞行员命令队友跳伞逃生 队友刚刚降落到地面 德军就迅速围了过来 另一边飞行员决定迫降 调整好飞行角度之后 一头撞进了地面 成功降落在一片树林里 飞行员收拾好物资 一把牵起女朋友的手 迅速逃离了坠机现场 德军很快就抵达坠机地点 仔细搜查之后 并没有发现飞行员的尸体 长官立即命令手下带上军犬追踪 两人不得不躲进水里 虽然成功逃脱了德军的追捕 但女友也被冻晕了过去 为了给女友饱满 伊万贴心地为其打针 还给他烤了一串蚯蚓 吃完之后 女友立即向总部发送电报 告诉总部他们还活着 但距离目标地点还有60公里 让伊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封电报被德军截获 到了夜里 两人到一户村民家夺雨 一位好心大妈收留了他们 第二天德军就搜到了这里 两人背下的衣服都没穿好 着急忙慌就跑了出来 本以为又逃过一劫 却突然想起电台没有拿 两人又赶紧返回 却刚好看见 德军击毙了收留他们的大妈 随后德军浇上汽油 一把火烧毁了木屋 并且搅和了两人的电台 伊万为了完成任务 埋伏到了德军的必经之路 一把扑倒桥装打扮的德军士兵 三下午除二就将其解决 成功抢回了电台 然后冒充德军 驾驶着马车朝目标地点走去 在路过一座木桥的时候 遭到两名德军的阻拦 伊万拿出证件 说自己负责押送苏军女俘虏 但德军士兵见女俘虏年轻貌美 想要运行不轨 却被伊万一把推进河里 然后驾驶着马车狂奔 德军也骑着马追了上来 伊万拿着波波纱不断朝德军射击 但还是被德军抄近路拦截了下来 两人摔下马车 疯狂朝一旁的树林里跑去 一路跑到了小河边 为了救下女友 伊万决定引开德军 他故意开枪引起德军的注意 将德军引到了另一个方向 跳进一个坑里躲避德军 却被一发手榴弹炸晕 被德军抓了回去 德军用尽了所有的酷刑 伊万始终一言不发 最终德军只好将他送到了战俘营 这里守卫森严 一个人逃跑 德军就会随机抓十个人处决 想要逃跑都会被同伴举报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成为苏坚 在这里他遇见了之前被抓的队友安德利 而这两个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 在这里即将走向不同的道路 德军士兵正要给苏军俘虏拍照 但长官却发现所有人都不笑 于是走向前却二话不说就是一枪 直接击毙了一名俘虏 其他俘虏见状 纷纷努力挤出一丝假笑 让德军拍下了一张照片 证明他们是优待俘虏的 随后德军又递给俘虏一把枪 告诉他杀死眼前的队友 就可以喝上一碗热汤 俘虏思考了片刻 随后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到了晚上德国军官也没有食言 给了俘虏一碗热汤 看着俘虏狼吞虎咽的样子 一个疯狂的计划涌上心头 他找来十几个同样贪生怕死的俘虏 故意将他们放出战俘营 假装和德军打仗 以此引出真正的苏联游击队 然后让这十几个苏坚加入 摸清楚苏坚游击队的位置之后 派出大部队将他们一网打尽 德国军官让安德烈当队长 带着这群苏坚潜伏在村庄外面 然后德军将所有村民 都赶进一个木屋里面 准备一把火将他们全部烧死 一旁的游击队侦察兵舰撞下帽子就要冲上去 好在被队友一把按住 就在德军准备放火的时候 安德烈带着一群苏坚 用空包弹向德军发起了攻击 双方开始唱起了双簧 由于德军是真枪实弹 这群苏坚都窝着不敢冲锋 这一切都被游击队长尽收眼底 突然冒出一支游击队 让队长也开始犯难 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支援 德军长官见游击队长不上档 气急败坏的大骂安德烈是废物 再不发起冲锋 回去就将他们全部击毙 安德烈立马回到战场 让这群苏坚发起了冲锋 游击队最终还是上榜 大批游击队员迅速支援 搬出排击炮加入了战斗 德军长官见计划得逞 立马命令手下派出一个营的兵力 从背后包抄游击队 想要将游击队一网打尽 但还没靠近就被游击队发现 游击队迅速撤退 而安德烈也意外中枪 德军长官见计划失败 恼羞成怒命令手下烧毁木屋 士兵朝木屋浇上汽油 一把火将所有村民活活烧死 另一边安德烈被送到德军战地医院 给他医治的女医生 刚好是苏军的间谍 他表示可以帮安德烈逃出这里 另一边飞行员一外 在外出劳作的时候 趁机逃出了战俘营 找到游击队长 告诉他苏坚已经混进游击队 此时安德烈也已经通过女医生的帮助 成功混进了游击队 在偷听情报的时候 意外得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见情况不对他打算逃跑 假装苏坚目的是带出一个更重要的情报 德军已经研发出了V2导弹 并且将立马通过火车运到前线 长官分布清楚安德烈的身份 干脆将它关了起来 当务之急是解决德军的导弹 德军一辆满载V2导弹的火车 正火速运往前线 准备给苏军致命一击 苏军游击队也早就收到情报 已经埋伏在铁路两旁 并且事先在桥上埋好了炸弹 但不幸的是炸弹被德军发现 伊万剑情况不对 立即挥手施意赶紧引爆 但已经来不及 德军拆掉了炸弹 游击队迅速开枪 击毙了拆弹的士兵 枪声引来了大批德军 来伏在一旁的游击队舰撞 迅速扣动扳机 双方开始激烈地枪战 伊万剑德军火车越来越近 于是直接跳进了水里 冒着枪林弹雨游向大桥 在队友的掩护下 伊万成功爬上大桥 接好了被拆掉的炸弹 在火车即将驶上大桥的时候 游击队员按下了引爆器 成功将大桥炸毁 拦截下了德军的火车 火车上的德军见有埋伏 立马挂上到挡逃跑 但游击队再次按下引爆器 炸毁了德军撤退的铁路 又搬出迫击炮 对德军开始狂轰乱炸 瞬间消灭了大半德军 为了摧毁V2导弹 游击队迅速拆开导弹 在里面放了大量的炸弹 德军长官得知火车遭遇埋伏 迅速带着援军赶了过来 但刚到就看见导弹被摧毁 游击队完成任务迅速撤退 并且还将受伤的意外救走 德军长官回到办公室 得知自己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于是一枪打死自己的副官 随后开枪自尽 不久后游击队缴获一份情报 确定安德烈就是一名苏坚 这一切都被安德烈听见 于是他杀死一名游击队员 抢走武器逃进了沼泽地 游击队在后面紧追不舍 安德烈不小心陷入沼泽 并且越陷越深 他苦苦哀求游击队 希望他们能救自己一命 当叛徒只是迫不得已 但谁也不会冒险去救一个叛徒 在所有人的目视下 安德烈慢慢沉入了沼泽 另一边伊万也被抓了起来 因为德军强迫他面带微小 拍下了一张照片 苏军怀疑他已经叛变 在当时的苏联 只要有一丝怀疑 前线士兵就会被判定为间谍 即使伊万成功摧毁第二导弹 但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 在执行的当天 伊万所在的部队军官 开着卡车冲进刑场 随后带着一群士兵 强行带走了伊万 行刑的士兵立即上前阻拦 最终伊万活到了战争结束 成功回到了七二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